对于中美贸易摩擦 上周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不想打贸易战 如果被迫卷入贸易战 中方有底气 有信心 维护好自身的利益 有专家认为 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涉及两国的核心利益 而目前高科技领域 是核心利益所在 观点认为 两国之间的这场较量 正向高技术领域开刀 美国监管机构 一再阻挠中国高技术集团 收购美国企业的尝试 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菊建东认为 美中两国处于 对技术统治地位的竞争之中 涉及到两国的核心利益 两国的核心利益在什么地方 美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它的高科技领域 中国正是因为 就是美国的高科技领域 是它的核心利益 同时也当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我说中美贸易冲突里面 是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 中心就是核心利益 就是高科技领域领域的 增多 商务部数据显示 去年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总额 达到1539亿美元 其中大豆 汽车 飞机 三种产品的进口额 就达437亿美元 占到28% 美国出口大豆中的60% 到了中国 中国购买的通用汽车 超过其全球销量的40% 波音公司交付的飞机 有四分之一卖到了中国 再加上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 部分美国产品 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 徐建东认为 两国之间仍有广泛的商业利益 战略上应坚持合作共赢